近年都會流行吃蟲草花 蟲草花其實是菇菌類的食物 其實它生長在昆蟲中的珍菌 珍菌的食物最主要的營養價值 都是它的水用性纖維很高 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的作用 亦可以幫助我們長度的餘動 去預防便秘 因為它是一個纖維類的食物 所以大部份的人都適合食用 我都會推介一個湯水給大家 就是蟲草花、無花果、栗子瘦肉湯 首先我們將瘦肉飛水 然後切片用一些豉油汁去調味 然後也要將栗子去殼 和無花果切成一半 所以味道會比較出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一個大鍋裡 加了大概四至六碗水 視乎有多少人喝 滾了水之後 就可以將這些材料放進鍋裡煮 然後大火滾了之後 就將這個火轉為紋火 大概煮一個小時 可以加少許鹽調味就可以了 先來看看 阿滴 我們使用這個火箭的電視 我們使用這個火箭的香檳 會有六次的火箭 我們使用這個火箭的電視 我們使用這個火箭的電視